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關於天橋 有些人經常在網上跟別人說 他的天橋不敗 我在說天橋之前想說一個笑話 以前我聽過一個電台節目 有一個叫蘇斯王 他一天逛街穿著裙子 那條內褲是鬆鬆的 突然間那條內褲掉了下來 他怕被人笑 他跨過那條內褲 然後指著天橋 誰這麼無功德心啊 把內褲掉下來 其實這叫做轉移視線 轉移視線現在誰正在做呢 特朗普正在做 最近有一個獅子銀行的虎主大血盟 也正在做 因為那個人看報紙 他就說原來他是教別人做一個無限loop 就是用一些很低息 可能是一些稅貸 或者什麼貸款的時候 可能是兩厘息 走去賣獅子銀行 然後再將獅子銀行再借 借完之後再借 然後跳上去 跳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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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3次 跳上去 跳到爆為止 好像我兒子問我 那些叫做循環小數 一樣 雖然雖然是零.999無限 也不是1里 1和0.9的循環 始終有分別 他们想赚就赚 赚息差 因为他们问银行借钱是两厘多 买了汇丰再问股票行借钱 可能有两三厘 他们算数下去 始终比汇丰的派息低 所以赚息差 这应该是天桥 不过世界上天桥都会崩 昨天意大利崩了一条天桥 说回天桥 除了他之前想过之外 还有一个像最近 也是同样的标的物 除了汇丰之外 就是这个领展 领展也是很高息 因为是Risk 他要将他赚的钱大部分 差不多八九成 要来做派息 因为这个是Risk的要求 不可以不派息 这是他们的东西 他们也是计算数 如果你很低息借的 这个项目一定是可以 但是今时今日 领展算是好 因为他早前是 将二百多亿的商业 商场 卖给另外一间D金公司 他已经是算幸运 如果疫情再发展下去 其实有机会 他是没有钱派息 因为可能租金收入太低 或者有很多商业物业收租 是跟那个叫做 营业额挂勾 就是营业额做多少去分成 如果营业额很低的时候 他交基本的租金 而基本的租金又不够他 买回来物业开支的时候 他有机会派息很低 令到之前他们想到的那条天桥 是不合理的 说了这个天桥不合理之外 其实除了他之前想过之外 这两帮人想过之外 应该是1997年 亦试过 有一个诺贝尔的得长者 叫Souls 他是很出名的 他是一个数学天才 他发明了一个叫做 Black Soul Model Black Soul Model 就是用来计算期权的定价 即是说 以前最早期用了一个 Binary System 二元法 就可以计算期权的定价 这些天才 就用了Black Soul Model 即是符号全部 是微积分符号 你不懂的符号 他计算到期权 应该是值多少钱 所有的报价系统 都是用这个Model 他们就是做什么 就是做一些套等 将一些债券 很微的利差 就计算出来 放大杠杆 不知几千倍 几万倍 就去赚差价 这个是 他们赚了两年钱 赚了很多 利润高达五成多 最后就因为俄罗斯赖债 他们计算不到 是火烧连环船 G7里面有其他国家 都是抛售债券 令到他以为 得0.000不知几分之几的机会 是会出事的时候 都出了事 即是说 天才的科学家 都计算不了 我之前我都说过 关于AI的东西 AI的东西就分开 rule-based 和 neural network rule-based 就是根据一些规条 去做一些决定 如果用 rule-based 就像LTCM 即长期 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 他们这么精准 用 rocket science 去计算的时候 都会出事的时候 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 是计算不了 即是说 你用低端的AI技术 就是 rule-based的技术 企图希望打破 一个人心为主 还有有时的东西 是算不到 可能天灾人祸 算不到的东西 都会令到 出现了一个罩门 都会被人攻破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拜拜